外交部宣布对等反制美方四名人员 禁止入境冻结财产 12月21日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 有记者提问 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宣布 根据美国内法对所谓在新疆侵犯人权的 四名中方官员实施制裁 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赵立坚表示 美方依据国内法借口所谓新疆人权问题 对中方官员进行非法制裁 有关行径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严重损害中美关系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强烈谴责 赵立坚表示 针对美方上述错误行径 中方决定依据中国反外国制裁法 进行对等反制 从即日起 对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马恩扎 副主席特克尔 委员巴尔加瓦 委员塔尔实施相应反制 反制措施 包括禁止上述人员入境中国 冻结其在华财产 禁止中国公民和机构同其交易 赵立坚强调 必须指出 新疆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美方没有权利 没有资格横加干涉 美方应撤销所谓制裁 停止干涉新疆事务和中国内政 中方将是形势发展做出进一步反应 还有记者提问 据报道 美国国务院近日任命了新的所谓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赵立坚表示 西藏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国势力干涉 我们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特首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 不支持西藏独立的承诺 停止利用涉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中方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决捍卫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